5月5日王家卫携妻子现身法国驻港领事官邸进行授薰仪式 其御用演员梁朝伟张震也一同到场 见证法国外交部长为其颁发艺术与文学司令勋章这一重要时刻 表扬他在电影艺术方面的贡献场面简单而隆重 王家卫表示授薰仪式团队的荣誉 故找来韦哉等人分享和庆祝 而他也透露接下来还将继续与众演员四处宣传以待宗师 文言韦哉表示想休息一年王导也不以为意 对我们的团队都是一个荣誉 我觉得同时这个也是对香港电影的一种认同和支持 所以很高兴 所以其实这部电影是全世界都会发行的 所以跟着下来的那几个月 你会见到我和韦哉和张之仪会走来走去 然后做宣传 我头九个月了 对于王导荣获勋章身为团队工程之一的梁朝伟自然十分替他高兴 虽然围在嘴上依旧不停喊泪盼休息 但还是嘴甜的先大赞王导电影的独特之处 渴望导演放行宣传之心招然 是这样想 休息一下先 因为我拍很辛苦 而且他的电影真的拍得很政治 这个是无后非的 因为有些东西你真的用时间来衡量 你真的浪费了多少时间和心血 虽然有些人会说浪费很多钱 但你要真的肯用这么多时间和心思下去 都不是容易的我觉得